主席 这个部分,小雨的个案不会是最后一例,还会再有,为什么?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网络科技非常的发达,可是网络带来的便利,它其中潜藏的陷阱跟伤害,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政府还有很多的大人是没有那么的重视跟关心的。 我们看到儿福联盟的调查里面,现在每四个孩子就有一个上网的时候接触过色情跟暴力的资讯,这样泛滥的现象,我们的政府看见了吗? 那这个部分,虽然我们在去年11月的儿少权益保障法,有提到在46条,有去规范,我们的政府单位要针对这些内容的管理,要成立一个内容的防护机构。 但是就本席所知,到目前为止,这个防护机构迟迟还没有成立,所以我们政府在这个部分对于网络内容的管理,其实是相当松散的,而且相较于其他先进国家,显然我们有很多还没有做到的地方。 那去年2011年,其实建国百年,我们也首次举办了全国的儿少国事会议,在这个国事会议当中,其实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,与会的儿少团体专家学者,其实都强烈建议政府,应该要针对网络,特别是色情网站,要做加强管理的措施。 但是到目前为止,我们并没有看到政府单位针对任何一个网络上面不当的现象,提出开罚的案例,所以我们的儿少福利法树枝高阁,并没有彻底的落实跟执行。 那本习在这边要强烈的建议,我们的行政团队针对儿少上网的问题,我们网络上面潜藏这些色情的问题,一定要加强我们管理的强度。 那特别是现在有儿少福利法,可以依法来执行,那行政单位不能就是视这个法于无误,应该要好好的彻底的来检讨我们现在所有的网络的管制措施。 台湾有480万的儿少人口,这个部分他们的权益很需要政府来把关,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好好的落实网络的管理措施。 以上